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常常看的都是头两三页 后面就不大管了 那么所以大家就想办法挤进头两三页 那么怎么挤进头两三页呢 最公平的方法就是看点击率越高的 就越受注意的 就理论上也是最重要的 最好的 就会在前头吧 你看他这家搜索引擎倒是很快做出反应 就是公开道歉 因为央视新闻三十分他讲的是什么 比如说医药信息 啪一下排在第一名的 后来人家一查 这个专家也不是他声称的这个机构的 也不是他声称的那个机构的 甚至还有投诉者说提供了虚假的医药信息 所以呢 这个搜索引擎 他这个针对这个虚假医药信息事件道歉 并且进行表态 就说呀 这个表态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这个竞价搜索引擎上排名的高低 可以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 那当然你容易被人看到嘛 你记不记得90年代在那个IT狂热的时候 当时我认识一些人呢 就是靠干这个为生的 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呢 就是IT狂热的时候 大家都搞网站嘛 搞网站呢 没有人知道这个钱该怎么来 大家就模模糊糊都觉得就是得靠广告 那人家为什么投广告给你呢 我们不是说看你的眼球率吗 眼球率就是说我这个网站 越多人来点击率越高 那么我的广告价值就越大嘛 于是很多人呢就雇这么一批人 真的内政是很多人靠这个赚钱 那个是手工 现在就是说它是通过技术手段 它也不用天天点了 是吧 它一下子点击率就上去 而且呢 只要你发钱就行 这是到的 对而且这个呢 现在的问题在哪 就是说因为当年有这种情况 是后来大家都明白了 就有很多技术上的限制手段 比如说像这种搜索引擎 他就会说 如果我发现 比如说你随子东在家里头 天天点某个网页 希望借此呢 推高那个网页的排名来赚钱 或什么也好的话 你只要重复的 在一段时间内 点过一个不合理的次数的时候 它就自动的屏蔽你了 你就点不进去了 用这个方法呢 来阻止这种 恶意的这种情况出现 可是现在呢 这家搜索引擎公司的问题在哪呢 就是它不是去雇人 不是那个医药公司 医药厂牌雇人去点 而是他直接给钱 这个搜索引擎公司 就说某个药 现在轰动 点击率非常高 其实是他花了钱 对他花了钱 把这个 然后让这个搜索引擎公司 把这笔钱 变成了一个相应的点击率 让他的一下子 点击排名高了嘛 高了不就在前头了 这叫新版西游记 什么叫西游记呢 就是所有玉皇大帝 天上的事情 其实都是人间次序的投影 所以现在这个网络 人们以为网络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了 在这个宗教跟政治 这个现实秩序以外 开出另外一个言论空间了 你看 这个现实的人间 这个魔爪很快就升下了 对不对 这个其实这个点击率 是非常非常不可靠的 就是说这个 我查 从来靠不住 我假如查自己名字 我上去 有一个一段时间 我的所有的学术成就 都被那个茶药机给掩盖了 就给他那个骂了一声 骂了一声 人家里面这边也有我的名字 所以人家那个时候说 徐子东我想查查你的材料 全是良文道骂人 就是说咱们 有一个熬夜节目里 没有没有 我的成就就变得 都变成茶药机了 你说这个太太不像话 太对不起你了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 而且呢 做研究是完全不能这样用 我们自己查过 你查你的很好的文章 可能是不知道 在排在什么地方 你随便我们那时候 跟王菲吃顿饭 那个叫做薅聚在守卫 所以这个网上的这个信息的 否则大学真的没事干 但是现在的 严肃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东西侵入大学的学术领域 大学本来进来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要找参考书 要找书目录 做什么好的东西 然后写论文要引用 要注解 要有论文的一套术语 现在大家知道 有网上以后 抄袭越来越方便了 整天都抄来抄去 当然了 他们也发明了一种软件 去查你的抄袭 可是他们说 现在正在研究新的软件 那些新的软件出来以后 将来会怎么样呢 就是说 斗文涛你写个东西 你把你大概的意思写了 然后一进这个网站 然后他的文风呢 他你有得挑的 你要变成阳朔风 一听 你这篇文章就变成阳朔了 对对对 你要鲁迅峰 我见过 你要鲁迅峰 你同样还是 你斗文涛的讲的这句话 一下子变成 横眉冷对千夫子了 你要变成穷瑶峰 啪啦一下 他同样的意思是 穷瑶峰了 你说这样一来 我们文学干什么 我们做什么事情去 现在连记者都可以电脑当 我发现了一个网页发给你们看 太逗了 一个台湾人做出来 叫做专访网页 什么叫专访网页 是这样 比如说我假设 我现在访问一个人 访问斗文涛 我其实没访问他 我只是呢 把我所知道的 斗文涛的几项资料 输入那个网页 比如说斗文涛 平常我看他最爱吃什么 他最喜欢去什么地方 什么人讲 你也是可以说 别的地方 他超过来几个 填进去 然后一两分钟呢 他就变成一个专访的稿子 就出来了 一个对话 对 整个对话 因为他很多话都是 今天正在下雨的时候 斗文涛就这样子 走进了这个咖啡店 整篇文章啊 那是 哎呦 神周几号 不是就这么深的吗 他上次不是登了吗 提早很多时间 说不定就是网页深的 不行不行 你说这个神 神这么急啊 前一阵 所以说 有些这个传言 也是网络上的谣言 你知道那个神七吗 出来那个科学家 出来斥责 造谣 说有些人说 那个宅志刚出仓 是假的 为什么说是假的呢 说看见那个 打开一仓啊 外边有气泡 你知道吗 说这是假的吧 然后这科学家说 说这个舱内的气压 和舱外的气压 还相差什么 零点零二个什么气压 所以会有气泡 说这些人 怎么能攻击我们神七 都是造假呢 他们还攻击 那个金正日的照片呢 他们官方公布了 他出来 跟一批将军 跟一批将军站在一起 结果人家一分析 所有将军的影子啊 太阳照的影子 都是斜的 只有他的影子是直的 他们说这水平不如周正龙啊 周正龙你知道吗 缓刑三年了 对对对 这一二审 缓刑三年 所以你看你说 这个种种的这个假呀 你看我手头还有 五十名中国留学生 涉嫌造假 被英国大学开除 有件事吧 被英国纽卡士尔大学 开除 涉嫌伪造留学申请文件 造假水平不够 这个周正龙 这个应该推广 他以后出来以后 可以办学校 办学校 这个事情是 这个 我讲到周正龙 我就讲一句了 其实周正龙这个事情 我后来一直在想 为什么这个事情 引起这么大的注意 甚至我觉得很不应该啊 我们对土地流转 都没有花那么多心思研究 主要我后来才想明白 是一个发誓 原来你有诚信里边啊 有一个很重要一条 诚信是靠几样担保的 一个是靠权威 皇权 高官讲的话是有诚信 那如果他讲的话 拆穿很大盘 第二个是钱 对不对 就是说假如我这个东西 我错了 我要赔多少多少 老百姓还有最后一招 我没权 没钱的时候 我有最后一招 你小孩 你比方说你一张牌不见了 对不对 你偷了我这张牌吧 我发誓 我要偷了一张牌 我什么家里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我会变成什么什么什么 这一招是很管用的 你看美国的法律都是这样 对不对 你把手放在圣经上 讲的这段话是最重要 周正龙的事情 你们记得吧 最高潮的时候 就是有两个人 一个人说 人头嘛 如果说他是真 我就死掉 周正龙就在说 如果他不是真的 我就死掉 哇 那全国人民等于是看一个大擂台 这个信用大擂台 所以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始终是要值得注意 可是人家别忘记我们 我们广东人呢 有句广东话 叫做发誓当吃生菜 发誓当吃这个生菜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啊 现在啊 这个越来越多的人聊道德 正是有感于种种这些个事 可本来呢 本来我最不爱谈道德 因为我觉得呢 我小时候很多大人们 教给我那个道德 后来经过我自己认真思考 亲身实践之后呢 我发现他不讲道理 他不讲道理 对吧 但是呢 有伟人之常理 但是最近呢 要不说这个毛鱼士老先生 他送给我一本书 叫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你看他是经济学家 他研究道德 我看了之后啊 对我有启发 我觉得呢 好像是可以聊聊 你比如他有一个想法 他就是说呀 就说我们有些道德 是中国一直就有的 比如说是中 你可以内容有变化 过去说中军 现在说中老板 还是什么中国家 中国家 中什么 这个是我们有的 他说但是呢 现在是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过去我们很多人认为 就是说商品经济 一定导致道德败坏 市场做买卖 道德败坏 他不同意这个观点 甚至他提出一句 名言学者说的 说私有制啊 实际是道德之神 就是说 保障人的这个财产 私有神圣不可侵犯 他不光是保障富人 也是一样 穷人的财产 你也不能随便剥夺呀 或者更中性一点的来讲 就是说我们现行的 绝大部分公认的道德 是建筑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的 你看他讲的一个就是什么 你比如说 我用他书里的一些观点 来看现实当中的一些现象 我就突然间明白了 就是市场经济啊 我过去都存在一个误解 比如说我们老说 你梁文道 你在中国赚了钱了 对吧 为什么说赚了钱了 你看我们买东西的时候 我们老习惯于认为 你收了我的钱 好 你赚了我的钱了 实际上这是个市场交换行为 他收了你的钱 你没得到好处吗 对吗 你就比如说 交易嘛 对 就好比说我看个电影 对吧 那你不能说 他的这个电影导演 赚了我的钱了 你买票 你也得着了呀 对吧 如果你觉得不好 下次你就不买他的电影了 对吗 他是个实际是双方 就是得了无极了 对 利人利己 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他就讲啊 在这个市场经济 商品经济的情况下 其实啊 我们反倒是应该大力推广 一些过去我们道德体系里 缺少的道德内容 比如他提出重要的一点 他说我认为现在啊 就应该大力张扬职业道德 比如说爱党爱国什么的 这是一种道德 我们不否认 但是现在是不是当务之急 当务之虚 是吧 我们应该提倡职业道德 什么叫职业道德 你就比如说 好像你警察得干警察该干的事 对吧 老板得干老板该干的事 你一生不能把刀开错了 对啊 这个是他最大的问题 对 比他包二奶要严重的多 对 你说你比如说前一阵 我记得哪儿我也忘了 说有一个手术病人 就这么死了嘛 这个动手术 然后到一个地方 把肚子剖开以后 这个卫生院还是医疗院 说哎呀 我没有条件做这种手术 等着吧 说是等了五个多钟头 这个病人就死了 这个你说 我想起大概是二十 应该是二十年前的吧 其实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 一个是朱后泽 当时的宣传部长 到上海来开个座谈会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 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叫郑碧坚 你知道现在这个叫 叫叫做以名为本啊 以人为本啊 原来这个口号提出来 是以名为本 就是郑碧坚提出来 这个概念就是说 不要提以名为本 而且因为以名为本啊 你这个主体还是官啊 你明白 就是现在很多人说 为民做主 你看你这个主语还是 民主民主不能理解 为为民做主 为民做主你的觉悟再高 你的主体是官位 是官本位的概念 所以它是正臂间 所以记得我们在上海 的一个很小型的同学 当时就有人提出来 我记得我当时 对我的思路就很大充分 他说道德有三种 一是政治道德 就是你忠于国家 忠于党啊 不爱国 不能叛国等等的 第二是伦理道德 就是你要做一个好丈夫啊 好父亲啊 你小孩什么 第三个是职业道德 他在中国呢 毛泽东时代 就把政治道德 改得非常高 但后来文革以后呢 大家就以伦理道德 来压过政治道德 就开后门就最典型 开后门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家庭的道德 超过了你的职业道德 跟政治道德 对不对 我帮我儿子开后门 这个其实是最有伦理道德的了 但是他违反了他说中国从来没有提出一个好好的职业道德 而后来被很虚夸的虚夸的什么人文精神啊 很多那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开提 其实他说职业道德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中国因为都没有西方的那个 Lex Weber的那种对职业的分 中国人一直把职业当做一个饭碗 对不对 没有把它跟这个宗教的使命感什么联系起来 你说这个是有道理的 但我觉得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前几年呢 也有些学者在争论这个市场跟道德的问题嘛 有一个芝加哥大学 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写了一本书 叫做Bordio Asi Virtue 他谈论的是什么 就是市场经济跟道德的关系 以前从前的理解是这样 就是市场它里面的各种的交易行为 市场的形成 它要有一个道德基础 才能够有一个好的市场在上面运作 但是现在大家开始注意的就是说 那这个市场出现之后 会瓦解掉原来的道德呢 还是会更加帮助原来这个道德土壤发展得更好呢 现在在争论这个 那么但现在我们就发现 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就是中国的情况是我们原来的这一套道德基础 跟市场所要求的那种道德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但是也有些东西是一样的 但那些东西怎么找回来呢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刚才讲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呢 在市场上面来讲最重要达成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一种商欲 是一种信誉 而商欲跟信誉是能够降低很多交易成本 对对对 那么以前中国人是讲商欲的 也讲信誉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为什么我们今天说那么说品牌不可信 或什么它商欲丧失了 它后面就是职业道德的欠缺 但是你怎么样让人去关注职业道德呢 你的基础在哪里 就为什么我们过去有 现在没有了 现在要有的话 又从哪里找回来这个资源 第一你要珍惜这份职业 换句话说 这份职业保障了你的生活 现在全中国相当部分 我不讲多少百分比 都觉得它是underpaid的 就是说都觉得他的工作 没有得到足够的钱 因此这个职业 他必须靠额外的 比方说最简单的讲一个人 他是在银行的办手续 他收钱的 他可以做得很慢 他觉得这份工作 对他没有太大意思 突然他舅舅的儿子跑过来 跟他打个招呼 他就先给他办了 那后面的人看得很火大 这就没有职业道德 对不对 他给他先办了 对不对 但是他觉得这无所谓 周围的人也都觉得无所谓 你这个银行行长来一个亲戚 也是这样办的 大部分人从高官到下面的保安员 都觉得我手上拿的这份工 是没有给我足够的钱的 所以我不不要 我重要那是什么呢 我要对得起家人 我要入党入团 那就政治道德跟伦理道德 变得非常重要 这也是他的道德 在香港 比方说你假如这份工 是非常值得珍惜 比方一个警察在香港 他很珍惜他这份工 他哪敢收一点小钱呢 为什么你现在大家都在收额外的钱 你现在只要一点好了 多少人是不收额外的钱的 这个是他遵守职业道德的最重要的基石 能做得到吗 做不到 做不到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你要遵守职业道德的话 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刚才讲 你觉得你做的职业 是有某种蒸饭丸以外的作用 可是今天比如说 我们就拿老板来看 就不同的行业里面 一些商人老板资本家 你会发现他们有很有趣的现象 就很多资本家 他从事的生意或买卖 对他来讲 你不要说帮他打工的人 就连他都觉得自己干的这一行 并不是一个什么很了不起的行业 他感兴趣的只有钱 对所以为什么就像那天我们讲的 一有听说有什么项目了 他可以完全用外行人的身份 去介入一个新的一个行业里面 是本来生产玩具的 投资开矿去了 没错就是这样 就因为他并不认为 我正在从事的这一行 有什么钱以外的 更加了不起的意义吗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来 薛老师 搜索引擎 搜钱提高点击率 跟周振龙拍照是一模一样 都是没有职业道的 而周振龙的这个没有职业道的 还比较容易理解 现在他被当作替罪一样 上面审查的 那些帮他冲片子 帮他辩护多少 整个这些人的职业道 因为他们的职务高啊 我觉得他们问题更大 他们的这个 你用职业造德的角度来讲 这一环一环的比他 你是专门负责你林业厅 你上面的纪检单位 你的公安系统 你这些人 现在全部推到一个农民身上 对 我太不公平 农民为了迎头小利 他什么都做 固然他 周振龙将来转行啊 他是很好 他要做演员 他的职业道德就好 我从来都觉得 周振龙在这件事里面 我不能说他是被冤枉 但我觉得这个对待很不公平 就你怎么可能 这整件 这华南虎这个事件 到最后就周振龙 一个人上法庭 就是他是 评隐系上的这块布 而扯线的人 这些人才是真正 一环一环都为 因为你们有职业 周振龙本来的职业是种地 他是业余的 你们是有职业 把好这一关 你怎么这件事情搞了这么久 到最后层层层屹屹的 所以这个最简单了 这不要从政治上来讲 职业道德去追究一下 你知道像是比如说在英美 这些国家 因为他太多年了 我跟你说 什么大风大浪都经过 利欲熏心的时候也经过 实际是吃了多少亏 最后全社会形成了一个共识 就说职业道德 这玩意儿最靠谱 大家都讲职业道德 大家之间麻烦的成本 交易成本都会降低 都会有效率 所以他的职业道德 甚至能到一个什么水平 就是说老板也不是神 对吗 我即便给你打工 你让我这个环节 去做这个有为职业道德的事情 我可以拒绝的 我可以不干 做新闻就这样 是吗 做新闻就常常有这种事 就是因为 比如说有发生过很多机构 他的老板 要求这个记者 或者底下编辑 什么事不要报 什么事情不要碰 因为那个东西呢 可能影响到老板个人的声誉 或者是他自己别的生意 但底下那些记者编辑 就抗议啊 什么照做 就算吵了出来之后 它是整个社会 都会